这个标题啊 就衡扬师范学院女学生啊 发布求救信的 说被校领导监污并怀孕 就这个标题是 刚做了一期视频没有被过 我要写什么农民工可能就没事 就可以过对吧 可是农民工很难接触到女学生 这个一个现象 他们被特权保护 记者致电文某某询问情况 对方否定此事 有人造谣 叫文君成 那么这个文君成呢 是这个学校的客座教授 答应呢 给十万块钱 分十次给 就是这个事 不知道孩子们父母怎么 怎么想吧 现在这个学校老板 强奸 都混成一体 课作教授 好 好 好